德荣 巴萨风格尽管巴萨在国王杯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客场0比2 诸给了赛维利亚梅西梅进大名单 但此前一个大好消息 让这样 的势力显得不那么沉重 当地时间周三 巴萨通过官方网站宣布 从 阿贾克斯签下21岁的荷兰中场弗兰基德荣 他的转会费为750 0万欧元 同时还有1100万欧元的浮动 德荣将从今年7月1日 开始为巴萨效力 他和巴萨签下了一份五年的合同 在巴萨完成 签约后 西班牙马卡报评论说 巴萨引进德荣 是最符合巴萨风 格的一笔签约 过去几年 巴萨的足球风格似乎在被逐渐瓦解 一位位教练 一笔笔签约 都是这种体现 在拉马西亚陷入困难周期的情 况下阿莱尼亚是唯一的有效选择 在巴萨的影员越来越远离昔日 让球队取得成功的风格的情况下 德荣的到来显然是巴托梅乌队影员 签略做的一次拨乱反正 马卡报指出 引进德荣 巴萨等于 引进了未来 水准 出球能力 但更重要的是引进了风格 巴萨的风 格在恩里克和巴尔维德手下被逐渐削弱 德荣和阿图尔的组合将承担 其保护巴萨风格的重任 布斯克茨可以喘一口气了 德荣有望成为巴 萨的工坊转换枢纽 而过去很多年 这任务都压在布斯克茨肩上 曾 精造访莫坎普而引进德荣 不但是足球风格上的一次回归 还意 为着巴萨对足球界的石油美元进行了一次重大打击 欧洲足坛两大土 豪曼城和巴黎圣日尔曼 都未能说服德荣加盟 他选择了巴萨 再转 会争夺战方面 巴萨已经很久没有赢得这么畅快的胜利了 巴托梅乌 可以扬眉吐气了 在最关键的时刻 巴萨和阿贾克斯恢复了传统 的亲密 巴萨应该保护自己的足球哲学 过去很多年 荷兰人都在帮 祝巴萨维护这种风格 接下去任务将落在德荣头上 这位荷兰球员的 第一个考验是在欧冠中对阵黄马和莫德里奇 也就是说 考试的地点 并不是在诺坎普 而是在伯纳乌和阿姆斯克丹球场 马卡报 表示 在听到巴萨引进了德荣后 哈维肯定会露出笑容 这笔签约是 巴萨发出的决心保持自己的风格的一大信号 因为在足球里夺冠病 说 未来很多年球队的新老更替都有了保障 目前的巴萨阵容中 拉 基地奇和布斯克茨都是30岁 比达尔和伯阿腾都是31岁 库地尼 欧26岁 拉菲尼亚25岁 桑佩尔24岁 拉图尔和阿莱尼亚21岁 刚刚加盟的德荣也是21岁 小布斯克茨20岁 普一赫更是指 99岁 球队已经储备下了未来10年的人才 巴萨在中场这样的 储备确实让球迷感觉乐观 一万